大家好,我是小植,欢迎来到小植一品 今天小植带来二战大片《遥远的桥》 该片根据二战期间欧洲战场著名的市场花音行动真实改编 主要讲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降行动 盟军35000名士兵空降荷兰 按照计划,这些士兵将用两天的时间穿越蓝银河,进入德国本土 而实际上,盟军却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大桥上遭遇德军阻击 激战九天,最终弹尽粮绝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竞争题 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迪,成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之后,德国部队撤出法国,前往德国边界 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打算使用前行攻势包围德国工业中心卢尔地区 为此,英国陆军元帅蒙格玛利提出市场花言行动 只在前行攻势北端建立一个突出部分 从而跨越莱茵河,在荷兰与德国边界以北形成包围之势 以便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行动前夕,英国位于安恒地下的情报组织霍西 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就在安恒 美英空降部队第一集团军副司令布朗宁中将的情报官询问他 要不要派一个特别侦察队过去看看 他表示,你自己看着办吧 隔天,侦察机再次捕捉到了安恒附近的德军坦克 布朗宁告诉情报官 这些都是坏坦克,只是放在那里没什么大不了的 情报官很紧张,他想让将军暂停空降行动 布朗宁反问,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吗 策划整个市场花言行动 从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到英国陆军元帅 三万五千人的空降行动 几个月准备,因为几张照片就要叫停 你觉得可能吗 第二天,一个长官找到情报官 小伙子,我看你该休息了 请个病假,回家歇着吧 情报官感慨,我就说了几句真话 我真的没病,咱们的行动就不能叫停吗 波兰第一降落三旅旅长鲍里斯上将十分担心德军 他对市场花言行动的成功性始终持怀疑态度 副司令布朗宁告诉他 驻守在安恒郊区的德军是二等兵 都是些老弱病残 你难道不相信上级的情报吗 1944年9月17日 市场花言行动正式开始 整个行动共分为两部分 市场是指空降行动 盟军第一空降军团负责攻占蓝银河流域的桥梁及附近地区 花园是指 以英国第二军团为主的地面部队向北推进 按照部署 美国101空降师空降到恩和芬附近 美国第82空降师空降到奈美亨 而英国第一空降师和波兰第一降落三旅 则空降到安恒 负责攻破阿纳姆公路大桥和奥斯特贝克铁路大桥 另外他们要在阿纳姆大桥等待英军第30军到来 根据测算 第30军需要行军63英里 两天即可抵达 整个行动类似一个递进关系 101师确保30军抵达82师 82师在确保30军抵达英国空军 一环扣一环 直到顺利渡过莱茵河 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此时正在荷兰休养 属下通报 英国散兵刚刚在我们三英里外安全降落 莫德尔很震惊 难道他们是冲我来的吗 英国陆军第一空降师于当天下午1点30分成功着陆 空降区距离阿纳姆大桥约8英里 不过当时不少滑翔机坠毁 机载大批吉普车等重型装备损毁殆尽 而已经抵达的车辆却又因遭到袭击无法使用 因此他们只能徒步前进 英国陆军第30军军长在确定了散兵着陆后 才下达出发令 下午2点15分 第30军的炮兵对法尔肯斯瓦德道路周围进行炮击 覆盖面积长8公里 宽1.6公里 2点35分 爱尔兰禁卫师作为先头部队正式出动 15点整 禁卫师挺进荷兰境内 此时 早已埋伏在道路四周的德军使用反坦克炮对其进行猛轰 随着空中支援及时赶到 道路两旁的威胁逐渐被清除 英国第一空降师着陆安恒后便与其他部队失联 通讯设备全部失灵 这个情况早在出发前 通讯员就已经知道结果 荷兰境内多水多数 空降设备不失灵才怪呢 可就是没有人敢向上级通报 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少将相当恼火 都他娘的耍我一人吧 小伙递给他一杯茶 长官 要不要喝杯茶压压惊 纳粹武装党卫军 军长毕驱克中将向莫德尔元帅请求 炸掉恩恒和奈梅恒的大桥 以阻止盟军继续前进 莫德尔有些反感 不要动不动就炸 动动脑子 我们反攻难道就不用过桥吗 毕驱克和他的部队此时正在阿纳姆休养 如果不炸桥 那么他将与英国第一空降师死磕到底 地面部队 英国陆军第30军目前距离恩和分的101空降师只有6英里 就这么短短的路程 他们天黑也没有抵达 按照陆军元帅蒙格玛利的计划 30军每天需要至少推进30多英里 现在看来实际速度大打折扣 盟军到来 沿途的军民无不欢庆解放 英国陆军第一空降师 第一旅二营 作为先头部队直奔阿纳姆大桥 营长约翰忠孝非常担心大桥是否被摧毁 傍晚时分他们发现桥完好无损 且大桥北部并无任何德军 约翰下令 士兵们沿途建立防线 他亲自敲开一家大门 对不起 我们要在这打仗 你们家被征用了 可以观察到 大桥中间有几名德军 哈瑞提议 我们试探一下 看看对方有什么反应 哈瑞有个特点 经常带着一把雨伞 约翰忠孝老早就想问他 天又不下雨 你拿着伞干什么 第二天一早 武装党卫队第九霍亨斯逃分装甲师 派出小队 强行过桥 由于桥北的房屋就在大桥两侧 因此英军占据了有力地形 一连几波攻击 直接导致德军止步不前 战车残骸挡在前方 后续车队无法持续前进 交战前 英军中曾胜船 住属在安恒的德军 都是些老弱病残 现在二营长回想起传闻 自己都笑了 第三十军先头部队爱尔兰卫队三营指挥官范德月上校 十分享受人们的欢呼 就连士兵们也都在歌在舞 可能他们忘了 三十军现在不仅没有按照既定速度推进 而且前进的道路也全部中断 处在最前沿的英国第一空降师已经被德军包围 索昂桥早在美国101空降师抵达前 已被德军炸毁 没办法 他们又用时一天一夜 铺设扶桥才将道路打通 此刻第三日军距离安恒还有39英里 穿过格拉夫大桥 他们与美国第82空降师会合 距离安恒缩短至22英里 9月19日 按照上级部署 第三日军应该已经抵达安恒 没想到 二营等来的不是自己人 而是德国坦克 现如今 前沿士兵们缺乏各种重型武器 弹药 食物等 后援更是没有 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少将召开会议 没想到手下带来的全部都是坏消息 我们被德军包围了 食物 药物 弹药 已接近枯竭 将军很疑惑 皇家空军不是每天都会空投物资吗 没错 空军是会空投 但现在空投的区域已经被德军占领 我们的通讯系统还没有修好 因为空军驾驶员根本不会理会地面的信号 所以空军每天都在给敌人运送物资 想想这些窝囊事 罗伊少将既愤怒又无奈 来到阿纳姆大桥 这天德军派出一名士兵过来和谈 他们想投降 二营长的理由很充分 我方现在物资短缺 不能养活俘虏 一怒之下 武装党卫军军长B区克中将下令 一平安恒 为此 德军派遣坦克对大桥北端的房屋逐个炮轰 尽管如此 二营士兵依然坚守不退 9月20日中午时分 二营长终于联系上师部 师部表示 我们也很困难 你们好自为之吧 到了下午 英军伤亡激增 战斗力也越来越弱 阵地逐渐缩小 哈瑞向二营长解释 他为什么一直拿着雨伞 我拿着他只想证明 我是个英国绅士 德国人才不用那玩意儿 行动前 根据预言 整个英军第一空降师 一万余兵力 抵达阿纳姆大桥 只需要守桥两天 等待三十军到来即可 但事实上 抵达阿纳姆大桥的英军 仅仅只有740人 坚守的时间也比预期多了两倍 最终 二营不敌敌军火力 被德军俘虏 武装党卫军 军长毕驱克中将 送给二营长一块巧克力 讽刺道 这是你们空军 刚刚空头下来的 美味又丝滑 在阿纳姆大桥的战斗中 英军大约有81名士兵阵亡 德军则有11个部队参与战斗 战损比高达50% 二战结束后 阿纳姆大桥 也以二营长的名字命名为 约翰·弗洛斯特大桥 美国第82空降师 无法抵达奈梅亨 他们要求强渡瓦尔河 指派第504散兵团 三营士兵 乘坐26艘突击艇渡河 由于美军从未训练过 如何使用英军突击艇 结果导致士兵们水土不服 艇上没有船桨 全部用枪托来代替 河面河水湍急 冒着枪林弹雨 三营仅有一半人成功登岸 经过四天战斗 第82空降师 终于拿下奈梅亨大桥 德国预定的炸桥方案 也没能如期完成 此时 第30军距离安恒 还有18英里 9月25日 英国第一空降师 已经在安恒等待了9天 师长罗伊少将感叹 不是说好了等两天吗 都9天了 其他人呢 根据上级病令 盟军决定放弃阿纳姆大桥 重新在奈梅亨购筑房间 当天晚上10点 第一空降师 在波兰第三萨兵营的掩护下 撤出2398名幸存者 有超过300人来不及撤退 向德军投降 这次战斗 英国第一空降师 及其他单位 公计投入总兵力 一万余人 有超过1400人阵亡 6400多人被俘 其中三分之一受伤 得亏师长 罗伊少将跑得快 否则 他也难逃厄运 阿纳姆战役的失败 彻底终结了 市场花园行动 最终历时9天的战役 已失败告终 直到1945年3月 蓝银河仍然是盟军与德国本土之间 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整个市场花园行动 共出动运输机 5500余架次 滑翔机2400余架 担任空中支援的飞机 7800余架次 空降人员超过3.57万人 火炮560余门 汽车1900余辆 物资5200多吨 分战9天 空降兵伤亡超过1.47万人 至此 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 终于安恒的最后一座桥梁 宣告失败 用蒙哥玛丽的话来说 市场花园行动 有九成成功 听完这句话 英国第一空降师师长罗伊少将 想弄死他的心都有了 在美国101师的行动中 还有一个小插曲 年轻的中尉第一次上战场 他要求老兵确保自己不会死 艾迪安慰他 我保证你不会死 结果真到了战场 中尉却遭遇德军埋伏 头部中弹 艾迪上市为旅行承诺 不顾危险 独自驾车来到德军防区 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带你回家 在半路上 不少德军挡住去路 原本艾迪想与他们火兵 最终他还是决定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返回营地 军医以为中尉已死 示意他放在地上 艾迪态度坚决 你好歹也看一眼呢 说了半天 军医舞动于衷 没办法 他只好掏出手枪 经过一番手术 中尉竟然奇迹般的活了 军医告诉他 中尉脑子里的子弹已经取出 有可能会引发头痛 按照军队纪律 下级拿枪威胁上级 要上军事法庭 艾迪表示 我现在自首 你可以处分我了 军医很好奇 反问 我继续坚持 你当时真的会开枪吗 艾迪没有回答 小致在想 他应该会 但子弹却并不会打在军医上 本片时长接近三个小时 很多细节方面 小致没有讲到 所以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观看原片 遥远的瞧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 下一期精彩内容 下期见 请留下期见